三個鐘燦蕩 上次提到馬雲和Elon Musk 科技界巨頭 有關於人工智能的爭論 有一個話題,我們會講不完 今天會繼續講,就是上火星的問題 回歸一點,提醒大家 究竟上火星的議題是怎樣的辯論 Elon Musk認為人類需要上火星 馬雲認為是不需要的 或是覺得很不穩定的 你應該關注更加直接令人類造福社會 幾個人上火星,有什麼用呢 有這麼多人在地球 我們應該想想未來一百年 現在可以做到什麼,去造福人類呢 上次也詳細講過,我們不重複 首先問周顯大師,你怎樣看上火星的事情呢 首先,上火星是很荒謬的事 我想,和Elon Musk 大家要講,我覺得在將來,大家不能上火星 大家上火星都騙阿芬底 所以我認為,上火星之後,應該不能上火星 上火星當然要講,他的意思是可以回歸的 我研究過那些技術,其實上火星 你應該大約是要這樣做的 應該是現在要傳一大堆物資去火星 即是那些會帶上太陽發電 這些東西,傳了無數的東西在那裏 然後那裏的東西裝陷了一個基地 你靠人去到那裏才能裝陷,你已經搞不定了 即是你一定要首先去做一堆東西 一堆基建在那裏 即是用無人的基建 如果不是,你沒辦法做到 即是如果那些人類的火星 再去到Elon Musk那樣的話 說說要植民火星的話 是說在128年的時候 即是說現在,我想馬雲和他的說法就是 如果我們一些科技 現在花了很多錢去做 但是那樣東西是128年之後才會建功的 即是我們的兒子,我們的孫子 可能之後才開始會建功的 那麼我們應不應該做這件事呢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想這個爭議就是有少少似 即是,雖然Elon Musk 我再強調一件事 雖然他是其中claim一個Tesla的創辦 which is not true 不是這樣的,歷史以我的認識 而他呢 其實,人家訪問他的時候 他是崇拜愛迪生多於Tesla 因為他覺得愛迪生成功的地方 就是將一些發明可以將他商業化 Tesla相對是比較差的 所以他很注重商業化這件事 但是這個議題上面 如果照你所說 那個科技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要等了8年 但是照你的說法的話 如果真的要這麼多年後才能成功的話 那麼他看不到,他未必會看得到 即將他商業化 或者將他可以變成成功的 我想這樣說 其實是怎樣的 我們很多理論物理學家 我們小了錢去圈養 我們做了很多錢 甚至中國所有東西 都用做一些叫做 基礎 不是 粒子對撞機 粒子對撞機是非常之厲害的 我們做了一個大型的地下水庫 地下水庫是看粒子衰變的 那個是100個游泳池那麼大 他看一粒子衰變 看看質子會不會衰變的 那麼那些是不是全部都沒有用 或者是一些很high definition的太陽望遠的 那個是說了一百七十一年之後剛年 那麼遠的一些東西 那些我們是不是全部都不用做 所以他的討論裡面有這個說法 變相對大家沒那麼抵觸 就是說馬雲也說得 我很尊敬你 很崇拜你 有人做這些事 而Elon Musk 也承認說 我不是說將全世界所有的資源 投放進去做科研的 投放進去研究上火星 只不過他覺得我們100元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拿部份的錢出來 去研究是否上火星呢 其他他有其他做的 你說Sustainability的話 他有做電動車 他有做可塞生能源 他只不過他不是說否定 又或者馬雲現在想想一些醫藥 健康那些東西 他完全不反對 只不過我們在有資源的情況下 撥少少下去做這些東西 我想我們也去到一個本地政策 也是相同的研究 我們很多時候說 喂 我們這些人民都吃不飽 怎麽可能要做那個 建的大白像 有些不是大白像 有些什麼戲曲中心 或者有些什麼東西 我們本身都吃不飽 怎麽可能要做這些東西 尤其是國內共產黨 他當年立國沒有來的時候 真的吃不飽那些人 他都有一個budget 你要建的兩彈一星 兩彈一星 我們究竟應該做那兩彈一星 其實從來都有我們 因為永遠都是吃不飽的 永遠都是吃不飽的 即是空奴未滅何以為家 如果你不是空奴未滅何以為家 那你空奴永遠都不滅 大家也不用結婚了 即是會不會是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這是一個節奏問題 即是人類怎樣生存的問題 而我從來都是覺得 人類是死的 人類是我死的 但那件事有一些東西 你是一些追求 即是我們之所以人類會進步 會有今時今日 強得到今日 就是因為有些人 在最初的時候做到無謂的事 我們應該是 那些無謂的事 除非我們真的到了無謂生存 如果不是永遠都是有一部份的人 去做一些非常無謂的事 而做一些無謂的事 百分之九十都是沒有用 或百分之九十都沒有用 或者剩下五個百分之有用 的話都是很多年之後有用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要用這些東西 才是有 即是我不能夠有將來 那個人才是有一個價值 但平衡就是說 尤其是當中的投資是涉及公帑的話 就要平衡 究竟是不是大罰賬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 其實就是公帑會員有一些東西出來 問題是去了這裏就那裏 即是公帑一部份去了 即是磁子對撞機 有甚麼事無聊 我覺得火星 移民火星 是實際過磁子對撞機 大佬 磁子對撞機是無聊到瘋的事 但你知不知道花多少錢 大家還在一起做 每個大國都一定做磁子對撞機 Helmy 你怎樣看上誤 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明白馬雲的想法 我覺得馬雲的想法是很經濟學的 意思是 如果你是靠道德去推動 即是進度會很慢 你硬要別人去道德推動 因為我們要探索未來 所以我要去投資旅行火星 這種做法的火星發展計劃 一定很慢 環保不能單純靠道德推動 雖然道德推動可以折省很多成本 但為何現在這麼多人投放 很多環保相關的業務和法治 因為有利可圖 現在有綠色基金 綠色股票 其實全部都是用商業體制去做 馬雲的想法 很多人都被捉到 這些就是中國人沒有什麼實際 沒有遠見 你可以分兩件事去看 第一件事 實際的意思是 你有經濟的需求 有推動力 你才能夠有效率地去做 到火星探索 真的有效率的原因 自然有很多人推上去 科技通常都是L字型的 怎樣可以推到它一路上升得很快 你一定要靠經濟的誘因去做 馬雲某程度上的想法是這樣的 第二件事 我們不要經常把東西推到道德角度很高 有很多東西 當然它背後會有一些不同的 可能不是non-money factor 意思是 現在中國都搞很多長征5號 航天科技 它是否為了要探索太空 大家都知道不是 它為了什麼 它為了證實自己是一個強國 其實很多這些 有些軍事理由 當然是不會完全沒有 你說太空計劃 當然是有牽涉到洲際導彈的計劃 除此之外 有很多背後的東西 現在很多人推銷火星移民計劃 它推銷什麼 它推銷一個 即是你可能是第一個去到火星的人 又或者你是可以接觸到最新的科技 其實有很多東西不一定是道德 不一定是一種很道德高尚的東西 甚至乎道德都是一組消費 我想告訴別人 我是一個慈善家 我去捐某一些基金 我就可以周圍告訴別人 我去探索火星 有時未必都是為了探索人類 我是為了出名 反正我問特斯拉為何要搞探索火星 他就告訴別人 或者Elon Musk 我是全世界最有前瞻性的創投科學投資者 某程度上都是宣傳公司 鼓勵其他投資者投資給他 所以一方面 我覺得如果有經濟需要 自然大家可以去做 這可能是馬雲的想法 馬雲亦都摸索到中國模式 你做得快不要緊 我到時就抄你 現在很多中國新科技都是這樣 很多人批評 中國沒有實際的想像力 所以鴉片戰爭就輸 你想想,鴉片戰爭之後 中國人就學得很快 學到二次世界大戰 已經跟我們說最先做的 現在不是相差很遠 馬雲的想法都是這樣 你就可以探索火星也沒問題 那你探索成功到時 我們就會抄你公司 這個你覺得絕對正確 鴉片戰爭之所以輸 並不是因為它沒有新發明 而是因為它沒有發明 人家新發明 沒有抄別人的新發明 即是你一腳直腳 它沒有抄別人的新發明 我再補充Tesla 他說火星 你都是很過分 亦都很inspiring 就是馬雲他自己賺錢 它是不需要做火星的 但是Tesla已經在崩潰 在財務上 所以他一定要再做一個更大的幻想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不是真的在財務上是搞不定的 你再想一下 那時候他不是射了Tesla 上去地球軌道的 難道他真的為了什麼 我就是覺得要為人類 他當然是告訴別人 這個宣傳 他很懂得做宣傳的 所以你做了火星 如果又有些錢進來 如果不是Tesla會爆發 他一定要再做一件新的東西 出來更厲害 或者起碼是一種道德消費 我為了要支持 Elon Musk繼續探索火星 我唯有繼續投資 馬雲是否覺得要做什麼都沒有用 他做得成功的話 會不會被國格收入 你聽我說 這間公司在賺錢的時候 我現在做一個股票的原理 這間公司有P.E.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做幻想 但是公司在虧本的時候 你要做的P.E.是別的P.E. 但是如果這間公司在虧本的時候 你就要製造幻想 不停說科網股不需要賺錢 就要給多些虛的東西 你沒有P.E.的 那你不停要集資 那些概念 你就要有概念 所以兩個都是正確的 如果純從商業來說 兩個都是一個概念 因為Tesla的概念 已經是很爆煲的 因為事得太重要 很難再解釋到 為什麼會再試下去 所以他要再做一件更加大的概念 如果不是在股票的商業上 就很難勝負 好,這次就到這裏